试试了吧 童总 咱们是在这儿见超市 您是来试查的吧 把衣服给脱了 脱衣服干嘛呀 脱 给 童总 哦 知道了 童总 您是来微服私访的 童姐啊 我这个地方好找不好找啊 今天啊 我带你看一下 我这正管的三宝 让你开开眼睛 来 先让你看看这个床 嗯 这张床是明朝的 好眼力 万历年间的 看来你这么了解 我也就不用多废口舌了 来 看看这叫秀衣 你来看 这是清朝隔阁出嫁时候穿的衣服 五年前啊 我本来有机会啊 让良心穿上这件衣服出嫁的 可是到最后的关头啊 他逃婚了 所以啊 也只能挂在我这儿 当真挂之宝了 来 喝茶 伯父 这个凤冠是清朝的吧 行家 管事的呢 谁呀 有什么事啊 我们是来送差签合同的 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我是不会办的 有什么事 找剧阵国际 别在这里少凌亡 别忘记 现在是法治社会 伯父你没事吧 没事 童姐 你可都看见了 你说究童姐 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他们干的什么事啊 他们干的什么事啊 头总 找我有什么事啊 单资超市这个项目 现在进展得怎么样了 就剩下一家了 是一家民间博物馆 挺难搞的 不过童宗你放心啊 马上就能完成任务 故意帮流氓 寻衅滋事 你就是这样 完成任务的吗 怎么说是流氓呢 我们可是按照规矩办事的 这件事情 一定要按照 合法的流程来做 你载你一份新的合同 加价也可以 但不要用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做大事不拘小节 你不是经常说吗 手段是次要的 目标是第一位的 我所说的手段 不是你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 这件事情 我还没有跟振宇说呢 如果你继续这样 做下去的话 我会让振宇 给你来善后 你自己去跟他解释吧 这羽氏是我儿子 我跟他解释什么 我跟他解释什么 小肚崽子 没大没小 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不想要 我会想要住 你慢慢会 我会想要住 你可能会让你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